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他们俩还是得分开 不是说是误会吗 我也不知道 他们俩说要分开一段时间 好好冷静地考虑考虑 这恐怕不妙吧 什么意思 你想啊 他们俩要是在一起 这还有劲儿 要是分开了 可就不好说了 你说呢 你说得有大理 我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走了 不过 好在现在杨静有男朋友了 那就好一点 最重要的是你爸你妈 没因为有第三者 而闹着要离婚 应该庆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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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我爸是我爸 我爸自己的心里 没关系 我爸我爸 可能都不有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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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在附近看几家特别安静的餐厅 我想把我爸叫回来 我们三个人一起吃顿饭 我请客 怎么样 妈 今天杨静来找我了 他跟我说他有男朋友了 他跟我爸是在 沈肖 明天就和妈离开普丹吧 明天 对 买了九点整的票 怎么这么突然 你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那我爸呢 没有这个必要 不跟我爸说一声吗 票金都买好了 为什么走都不跟我爸说一声啊 说什么 怎么说 你觉得你爸爸关心过我们的事吗 你看看他这段时间 都在忙些什么 又回回家几次 我们结果的电话应该是准确 怎么这个人就没有来呢 难道还是试探吗 说不会啊 从我们说方面所掌握情况来分析 因为你们抓得比较紧 最近一段时间早该断货了 能够 这个买家还真能沉得住气 不进货 南城到了咱们这儿 这个赌贫老大感谢贵政了 有这种事儿我把脑袋搁下来 只有一种可能 老弟还没有发现 可是他的那个街头人 却知道我们存在了 怎么会呢 我可能走了那小驴 那如果不是这样 我也找不回来的机事了 放出那个方子有洞牛吗 绝对没有 这么看来 这个人应该不是老大 咱们这个对手挺狡猾 我感觉他就在我们身边 可每次一收网 他又只能溜掉 江硕 沈头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继继续坚持老季 以静之动 只要他不离开蒲丹市 我们就有下一个回合 我同意 但是如果老季要有跑的意思 绝对要迅速失望 我绝不能再让他给溜了 好 立即行动 沈肖 你怎么了 妈 我不想走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不想离开蒲丹 你别任性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留下来 我不走了 你知道你这时候 说这种话 我会多难过吗 妈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已经大了 我想有我自己的选择 我想我应该为这个家 做点什么了 三个人就这么厉害 对我们这个家不好 妈 对不起 如果真的要离开这个城市 那我们三个就一起走 要不然我不会走的 沈肖 你怎么回来了 你别问了 快帮我一个忙 快帮我一个忙 那你们先让外面吃 快点 那你等着让我一会怎么做 再晚一点 十二点多 你快下班的时候 你就跟我爸打电话 说我在你这儿 喝酒喝多了 或者 你就跟他说 我让人给下药了 让他赶紧来 沈肖 你说的这事吧 我都能做 但是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觉得你闹得有点大 你不说过了吗 我让你办什么你都愿意 那好吧 对了 那你十二点钟以前干吗呀 在你这儿待着呗 对了 还有喝酒 你就别瞎担心了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们家心在微在旦夕 你必须帮我这个忙 你好 欢迎光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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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我想干什么 我知道 看来 没什么 谢谢 谢谢 你 You want to move it off You haven't done it yet It's your man in the world Can you hold me I feel better to be changed You're moving with a key I'm on the way I games, like I'm the Convention I won't be置z I won't be changing For you, I won't be changing I won't be changing Maybe I'll be clockwise I'll be замеры 你干吗呀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现在知道担心我了 你们要是早担心我 就不会各忙各的了 你什么意思 我妈已经去省城了 我没跟她去 你就知道忙案子 我妈已经去省城了 这个家你们不要了 等我以后再教训你 你现在赶快回家 我正在执行任务 好 明天 明天我抽时间回家 有什么话咱们回家再说 你别让我着急 你别不懂事 我现在是十万火金 你知道吗 我不敢回家 一个人在家我害怕 我真后悔 真后悔有你这么个 不懂事的闺女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 可我现在实在没有工夫陪你 行 你不回家也行 我给你找个地方 你总得让我知道你安全 才可以了吧 这不过分吧 你现在马上去林几宏那里 你给谁打电话 给林几君 关机 我自己去找林几宏就是了 你干嘛还给他哥打电话呀 我想出主意的吗 我爸知道我在你这儿 肯定不会着急的 对呀 你看他连个电话都不打 我计划不会泡汤吧 我倒有个主意 不行不行 这主意不好 好不好你也得出来听听 你呀 主动出击 去找他们刑警队队长 或者官局局长 干什么 让你爸从案子上下来 陪你一块儿走啊 这个恐怕不行 我爸是他们那儿的主力 这个案子那么长时间没破 他们肯定比我爸还着急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放我爸走呢 你说的主动出击 倒是提醒了我 好 就这就是你 你帮我吧 我爸是这样的 你给你帮人 就不让你帮我 我说了 我老是你得了 我说你老是你 你不为老是你 你不为老是你 我怕你不为老是你 他不不不 请 爸 谁谁啊 来来 坐 坐 坐这儿 干什么 快走 老师 快走 快走 老季说那点事我们都知道 折腾一回一点新线索也没有 还没这么糟糕 老季起码告诉我们 和他接触的对象是灯泡 这么估计灯泡很有可能就是 普丹市的毒品源头 虽说我们这几次行动没有抓住灯泡 但是普丹市的毒品犯罪也有所收理 他的毒品来源也基本断了信 这不就是成绩吗 你们师父不是嘱咐过你们 破案就是和对手比耐力 谁先泄气谁就输了 这点我都能记住 这回你倒给忘记了 老孙呢 怎么一天也没见到他 刚才出去了 我看他印脑门的官司 老板娘 拿个杯子 拿两瓶啤酒 谢谢 谢谢 慢点 来 老沈 我陪你喝一杯 来 你这个当师父的都这么愁眉苦脸 那我和你那些徒弟 心里不就更没底吗 我这心里亏得慌了 多了这么多日子 全对的同志 没有一个人睡过一夜晃觉 没有一个人休过一个假期 可结果 别这样 老沈 孩子毕竟是孩子 要是什么事情 他们都考虑着周周全全 办得妥妥贴贴的 那不就不是孩子了 我虽说不是当爹的 可是这一点我还是认识的 我听说 嫂娥去了沈城 沈啸要真是有急事的话 她不找你找谁 再说了 我们也没有告诉她这个任务的特殊性 人家孩子怎么知道 那回就不能找呢 行了 你也别宽慰我了 我也不太会确认 但是这件事情 你真的不要往心里去 事情发生 有她的两面心 上回 在街心花园我们不共失败 你说 估计是我们这边街头的人 发现了我们的行动 要真是这样的话 我们盯老季多久 这个街头人都不会出现 反而白耽误了咱们的功夫 到时候老季跑了 我们还是得抓 现在抓了 虽说没搞出什么新线索 但是我们起码带了她们的来源 除非 蹬炮洗手不干毒品 否则她一定会铤牙走险再进火 只要她一有动作 我们就不幸抓不到她 谢谢 爸 我去林净洪家了 今天的事是我不好 对不起 许敏 你怎么来了 请 请 请 人家在家吗 去了一几个门去 别提了 怎么了 又是个祸了 把我们跟了差不多半个多月的一个毒贩子 给惊了 是吗 很严重吧 可不是 这个老季是下上的重要人物 我们原打算指望他抓住普丹的罪犯 这孩子 真没办法 生个闺女也这么麻烦 说多了不是 说少了也不是 那你没找他谈谈 我这回来就是想找他谈呢 您 老沈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 你跟何林闹成这样 你们俩就没想过对孩子会有什么影响 何林走的时候找我谈过一次 委屈地在我那直哭 不是我说啊 有时候可能你们也太忽视何林的感受了 我是女人我清楚 你以为他就那么想去当那个官啊 最重要的还是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他一定是感觉到自己被忽视了 所以才想离开 我一直在他面前夸奖你是个好丈夫好男人 可你仔细想想你做到了没有 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你有没有自问过 工作忙是第一原因吗 不是我说你 何林的生日 你女儿的生日 你记得过几次啊 我原来也听说过你那个助手对你有感情 我相信你的为人不会做对不起何林的事 可没一个女人对这种事情不疑心的 何林啊就算解决得很理智了 她相信你没跟你闹 这就是她的涵养 可她心里就不委屈 你说得对 这么多年 她给我的印象 就好像是什么事都不用别人操心 我确实 我确实有些地方忽视她的感受和委屈 我觉得她跟你提出离婚也有赌气的成分 你要是真不想分啊 跟她好好聊聊 劝劝她 哄哄她 女人四十多 正是内外压力最大的时候 我寻思啊 你女儿跟你闹 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好好地一个家眼看就要散了 她心里能好受吗 沈肖这两天折腾得厉害 说是把公安局要抓的一个叫什么老计的 也给搅和了 好在人没跑了 要不然事情就闹大了 得 detal mas 怎么办了 怎么了 maison 我先回家 Interview 我买個人系电了 没事吧 没事 本事 这里得到了 你和沈啸是好朋友 我知道你舍不他去省城 可他留下来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其实沈啸留下来不是因为我 那因为什么 沈啸这么做挺用心良苦的 你是什么意思 他不想让他爸妈分开 所以他就留下来折腾他爸 让他爸没有办法安心工作 沈啸说这样 可能他爸会放下案子 跟他一块去省城找他妈 是吗 我挺支持沈啸的 好好的一个家 干吗要分开呀 要是我有爸妈我也会这么做的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离婚的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他说他想一个人待会儿 去海边散散心 彭老师您不用担心 他没事的 彭老师 中华 中华有信吗 中华有信 他说他也不怕 他没想过 在山列中 他说他已经是个人 他说他没想到 他不想到 他说他不想到 他说他不想到 就要帮他 他不想到 他在山上 谁啊 谁啊 怎么了 你让我进屋 没有 没有 进屋 进屋总 我害怕 我来了 你已经走了 什么 什么意思我 我能去哪儿 都他们什么时候了 你还给我打一按笔 刚才听那个彭雪冰老师说 老季被抓了 我是看你神色不对 怎么 害怕了 我怕什么呀 老季是谁 我 我根本不认识了 孙子 你胆敢再说一句 我 放开 这些钱 我是给你摆准的 大哥 我错 我背着你和老季联系过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 我就想多弄点货卖点钱 你什么时候见他 上回出事前 我去广州 但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来普丹 而且还被抓了 大哥 我知错了 我想多了点钱也是为了季洪啊 大哥 我真的知错了 救救我吧 别急 你下面的人 都安置好了吧 你放心他们一直跟我单线联系 他们不认识其他下的人 也不认识你 你肯定 我肯定 嗯 郎子 跑吧 好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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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该知道的都说了 我来这儿就是等他来跟我联系的 我不认识那个叫灯泡的 我不认识那个叫灯泡的 你说你不认识灯泡啊 好 好 这话我信你 那我再问你一个别的问题 你是第一次到蒲丹来送货 是 那 以前蒲丹的货 你是怎么提供的 那些 是别人送的 我不知道 你这次送货 一共只有五公斤 你在这个行里 也混了好多年了 你应该清楚 这个量 不算多吧 铺单这么点的需求量 你怎么会选择铺单呢 安全呀 灯泡 一向不贪大 五公斤的K分 不算就是被抓起来了 也判不了太重 这点我喜欢 老季也讲安全了 这可不像是你的作风啊 据我们了解 你在行里 可是以胆大助成 不怕量大就怕量不够 对吧 人的岁数大了 胆也就小了嘛 再说 在这个行当里 混得时间长了 也就变得越来越谨慎了 不是吧 恐怕是蒲丹这块肥肉 你不想肥水流来外人田 对吧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只给灯泡一个人送货 只给灯泡一个人送货 肯定还有其他的接货人 没 没有 五公斤 五公斤能满足你老季的期望值吗 说吧 别的人叫什么 你给我放老实点 你给我放老实点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我问 我问他是不叫灯泡 他没说是 他也没说不是 只说 这不重要 刚开始 我还以为他是你们的人 是你们的暗探 后来我问了他几个 关于过去交易的问题 他都答对了 我才放心了 他买了你多少毒品 也就是五公斤 他说 这样安全 那你以前为什么不说 是灯泡 你们一直问我 给灯泡送货的事 没有我 别的人来取货 再说 我 我真的不认识那个灯泡 我也不清楚 他是不是灯泡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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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快点儿 快点儿 谁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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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nity 我们刚刚怀疑他 他就自杀了 老风 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把披霜混在什么饮料里 骗背黑人喝下去 这恐怕不可能 少量的还能糊弄过去 像他服用这么大的量 如果不是自愿 是绝不可能误施的 那就真的没有他杀的可能 从尸检的情况来分析 很难支持你这个结论 林几军来了 出什么事了 几军 我来一下 水啸 你跟我来一下 林几军 你等一下 到底怎么了 方子死了 什么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大毒枭 毒枭 你爸爸的意思是 先别告诉林几宏 我真是个瞎子 在我眼皮下面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沈桃 我用脑袋担保 洪洪肯定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是再魂 再任性 他再不懂事 他也不会喝 和那个心 和那个贩毒的脚在一块 沈桃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先别告诉他 你先别告诉他 你那么关心他 你说呢 你还求求你 我每天说 可是我喝来 我喝点水啸 我喝点水啸 干净 不是 没有 我喝点水啸 你什么呀 呢 为什么坚持 为什么放心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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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